所以儿媳才说这是运气吗 兰静不以为意地笑着说 不过儿媳也并没有不劳而获 这些猎物上面的剑 确确实实是兰静射的 差别只是在于 它们不是因为中将而死的罢了 有其他动物来帮忙 儿媳也不好拒绝不是 罢了 朕不跟你耍嘴皮子 康熙挥了挥手 既然是你猎的 那今年赏你们府里的皮子 就是这些了 啊 兰静看了看自己那一堆 基本上没有能够保持完整的毛皮的猎物 又看了看十三二个的猎物 那我们爷 猎的这些呢 这些你就别惦记着了 真要留着赏人 是 多谢花嘛恩爹 兰静也不再多言 反正府中库里的皮子还有不少 今年就是一件也没有 照样可以裁新衣服 至于这样也不一定浪费 等剥下来凑一凑 也还是可以做些东西的 红灰 一声大喊 吓了众人一跳 却原来是大阿哥回来了 正冲着红灰喝着呢 你跑哪儿去了 让我一通好找 哼 康熙冷哼了一声 瞪了大阿哥一眼 你随着来 然后又点了点十三阿哥 蓝静和红灰 你们也进来 一行人刚走进康熙的帐中 康熙就一拍桌子 瞪着大阿哥说 你还好意思说红灰 是你自己请命 要带着他行为的 结果却让他自己耍了单 还遇到了狼 要不是正好老十三经过 这祸事就起了 亏你还有脸这么大声的喊 是吗 大哥一惊 盲看向了红灰 并且伸手要去探查 红灰你遇到狼了 有多少只 你受伤了没有 没有 红灰没事 红灰忙对着大阿哥说 又对康熙行了一礼 恍麻烦 这事不怨大伯 大伯嘱咐了红灰不要乱跑 也派了侍卫来跟着红灰的 是红灰摊着追一只白狐 又总是钻小鹿 这才与侍卫们跑散了的 停停 康熙冷笑着对大阿哥说 你那侍卫多有本事 跟着小孩都能跟丢了 是 大阿哥已经收敛了怒气 显出了一副惭愧之色 对康熙行李说 使儿臣没能好好地照顾红灰 跟着他的侍卫 儿臣回头就去处置 侍卫的事你自己去办 朕不管 康熙的脸色依旧严肃 朕只问你 你顾着做什么去了 却把红灰扔到一边 是儿臣错了 大阿哥的态度 很是诚恳地说 儿子是见到一只海东青 很是神郡知己的样子 又是个御爪 一时兴起就准备去列来献给黄阿玛 又怕击奔之下 红灰会掉了队 这才将他留下来 只是没想到 那个侍卫却这般的无用 险些害了儿臣犯下大错 这也罢了 康熙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但还是训诫了大阿哥几句 只是以后一定要谨慎 凭是什么好东西 也没有人来得重要 是 儿臣记下了 大阿哥郑重地答应着 那海东青呢 康熙又问着大阿哥 可抓到了吗 没有 大阿哥很是遗憾地说着 因为儿臣想要捉活的 不敢轻易举荐 结果追了一路 还是让他飞走了 飞走了也就罢了 由着天高海阔去吧 黄阿玛 儿臣已经布置下去了 让人在这一带多注意着 见着那只海东青 一定要尽力地补来 不用了 把人都撤回来吧 偶然得知也就罢了 用不着这么老实动众的 是 儿臣遵命 黄阿玛 这个时候太子也带着人回来了 进来见黄阿玛之后 就急着开口了 听说红灰遇到了狼 又举目看向了红灰 然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伤到啊 给二伯请安 红灰先对太子行过礼 然后低头不好意思地说着 是因为红灰贪玩 害大家担心了 傻小子 太子伸过手去拽着红灰 好像不放心似的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是我们的侄儿 我们照顾你 担心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刚才听了那个消息 可是让我吓了好大一跳 你哪怕是受一点伤呢 我们这些叔伯也没有脸见你阿玛了 我和阿玛 那个狼呢 太子又抬头看向了康星 儿臣听说好像是头不小的 是被十三弟给打杀的吧 把狼抬来 康星吩咐下去 又对着大阿哥说 老大 你也过来看看 哇 这个头还真是不小 小来一定是凶猛的紧啊 太子见到那头狼 先是喝彩了一声 又笑着看向了十三阿哥 十三弟能杀此狼 也是威武之极 只和我位在当场 没能领略十三弟的风采 二哥过誉了 十三阿哥冲着太子欠了欠身说 我也是正好适逢其会 若是换了别的兄弟 必定会击杀此兽如探囊取物 老十三也太谦虚了 大阿哥刚才一直看着那只狼 这个时候笑着接过话去 只看这狼身上的两处伤 就知道他有多么的凶猛 这一剑按说已经是致命了 但是却有了咽喉上的一刀 可见得这个畜生中剑之后 却能撑着不必命当场 尚要拼死一击 这才逼得老十三 近身与他相搏的 当时的情况肯定显之又显 我也是越想越后怕 这幸好是老十三你正巧赶到了 否则我就闯下了大祸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才是 说完大阿哥就向十三阿哥行了一礼 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十三阿哥忙碧了开去 咱们兄弟之间又何必这样呢 这要是谢的话 红辉是四哥托我带的 却累得大哥叫他行为之术 应该弟弟多谢大哥呢 说完十三阿哥也冲着大哥行了一礼 行了你们也别理来理去的了 康熙笑着开口了 只要你们能够兄友弟公 互相爱护 朕也就宽慰了 谨遵皇马叫回 几个阿哥赶紧地郑重礼命 行了都不用拘着了 坐下说话吧 康熙挥了挥手 等大家都坐下之后 又对大哥说 你刚才说 那狼被击杀的过程 大致上是不错的 但是有一点 他是你不知道 你可知道 这狼身上的那一件 是谁所伤吗 我本以为是老十三的 大哥想了想 可是听皇阿玛这话 又不像了 难道是皇阿玛的手笔 太子插进话问着 不是我 康熙摇里摇头 那是想来是哪个侍卫了吧 大哥又借着猜 红灰应该没这么大的力气 将建设得如此之深的 蓝静在心下 暗自地唏嘘 没想到自己的水平 在别人的眼里 居然是如此的不堪一提 连红灰都提出来了 就是没人想到 是和十三阿哥在一起的自己 蓝静当然知道 就凭自己那手 才学没多久的烂剑技术 大家没想到自己身上也是正常 所谓唏嘘 其实也不过是闲着没事 散发性的思维 又开始发作的缘故罢了 可是当大家知道 那剑是自己扎上去的时候 再看过来的目光 就是充满着惊讶 外加一些佩服之情的时候 它就很不适应地 相当地惭愧了 要不是十三阿哥提前嘱咐过 蓝静肯定会把自己那一件 纯属是多余 兼平添麻烦的情况说出来 现在平白地 领了这么一份的战绩 既不能解释 又不能承受大家的夸赞 外加敏飞娘娘更加地亲近 以及天然和心燃的热情有加 实在是让她觉得 很有些受之有愧 只能安慰自己说 至少主观上自己确实是要帮十三阿哥的 好在随后康熙发布了一条消息 那就是接下来的几天的行为 蓝静不用去参与了 估计可能是因为 这一天前遇上老虎 后又遇上巨狼 让康熙觉得 再让蓝静这么个二把刀参与进来 危险性不太好控制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对蓝静来说 这算是个好消息 围场的氛围她已经感受到了 行为中能遇上的事 差不多她也都遇到了 虽说打到的猎物形状 有些不太好看 但总算也落了个 勇气过人的名声 还是见好就收比较明智 否则接下来 基本上除了丢人 还是丢人 还有那虎骨 康熙也按先前说好的比例给了 至于多出来的那两件猎物的处置 则是很充分地体现出了 一代人均的小气劲 四舍五入 加进去一起赏 固然是没有了 就连蓝静之前说的舔头 也都是没有算上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黑不提白不提了 不过因为赏了红灰大大的一块儿 蓝静也就决定很大程度地不与他计较了 虽说十三阿哥和自己所得的鼓鼓也未必会分给四阿哥一些 但是那与红灰自己正下来的意义又是不同了 不用去行为了 蓝静也没有清闲下来 因为敏飞娘娘的生日就要到了 虽然早在京城的时候 自己与十三阿哥就已经有准备了 蓝静的秀品更是早早地就做好了 但既然是正赶上了出门在外 总也得有点新鲜才是 去钓鱼 蓝飞娘娘听着蓝静的提议有些异动 是啊 蓝静笑盈盈地说 虽说行宫里的景色不错 但是几天看下来也该晃晃口味了 今儿个天气正好不如去钓鱼 既看了风景又得了锤钓之趣 而所钓上来的鱼还可以自吃 岂不是一举三得 怕是你为着最后一项更多一些吧 敏飞娘娘了然地笑着说 跟鹅娘说 你又想弄什么吃的了 唉 蓝静装模作样地叛了口气 本来蓝静是想给鹅娘一个惊喜的 却忘了鹅娘是最眼明心亮 自己的这点小算盘又哪里能逃过鹅娘的发言 哎呀 罢了罢了 蓝静这就招了吧 没错 蓝静是想着要用鱼试着做一样吃食 若是能成了就可以在鹅娘生辰之时 请鹅娘尝一尝鲜 也算是蓝静另献上一份孝心 若是不成就悄无声息地掩其息骨也就罢了 是直到现在却被鹅娘点破了 这下当然蓝静平添了一些压力 是不成也得成了 哼 你这个丫头 这么说来 我拆穿你 倒是我的不是了 正说着呢 有宫女来禀报 鹅飞娘娘到了 好 快请 敏飞娘娘和蓝静都站起身来 准备迎出去 快罢了 走到门口 鹅飞娘娘已经进来了 爽快地对蓝静和敏飞娘娘笑着说 我是闲得无聊 就想着来找妹妹说说话 你们总是这么客气 倒让我以后不再敢来了 怡飞姐姐 由来是爽力 我自然是不与你客气 敏飞娘娘笑着往里让怡飞娘娘 快请进吧 我们正说着要去请你呢 可巧你就来了 要不说我这个人就是命好嘛 到哪儿都能赶上好事 鹅飞娘娘一边握着敏飞娘娘往里走 一边笑着说 等坐下之后 她又接着问 说吧 到底是什么好事让我赶上了 鹅飞这回可是猜错了呢 蓝静笑嘻嘻地说 鹅娘想请您过来 并不是有好事给您 而是想抓您个劳工呢 哎 这丫头 怎么能这么说鹅娘 敏飞娘娘故意板着脸训斥着蓝静 就算事实如此 你也不能说出来呀 鹅娘盘算着 这么个免费的劳工容易吗 你就在一旁拆台 若是让你鹅飞跑了 一会儿她那份就算到你身上 鹅飞 蓝静赶紧对鹅飞娘娘撒娇打魂地说着 我鹅娘的话您可是听到了 蓝静求您可怜 一会儿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你们婆媳俩少在我这里弄鬼 鹅飞娘娘看了看敏飞娘娘 就在看了看蓝静 扑斥的一声笑着说 我虽是个连贫稀老的 却不是设个套就往里钻的 既想让我当白宫 就得把话先给我说明白了 若是能引出我的兴趣来 别说是当白宫了 就是赔本搭些东西也是使得的 蓝静你觉得呢 敏飞娘娘问着蓝静 咱们可有什么需要你以母妃搭的 请用蓝静想一想 蓝静故作沉思状 然后又恍然说 对了 倒还真有一件事 说不定需要以母妃准备些 呸 伊飞娘娘摇头笑着说 你们这婆媳俩倒真是会顺杆爬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你们可倒好 事还没说明白呢 就认真的算计起我的东西来了 也罢 我姐听听 让我搭的是什么 若是太金贵的东西 凭是什么好事 我也不敢沾了 金贵肯定是谈不上 蓝静笑眯眯地说 难得嘛 也未必 只是缺了她 我们今天这事 就不能成了 到底是什么 快说呀 伊飞娘娘喝了一声 又冲着蓝静举起了手 再卖关子 我可就要打了 说说说 这就说嘛 蓝静忙托住伊飞娘娘的手 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需要以母妃搭的不是别的 只是地龙而已 当然一定要是活的才好 碧龙 那不是虫子吗 伊飞娘娘身子不禁地缩了一下 眉头也皱了起来 你们要那晚上做什么 钓鱼呀 敏飞娘娘和蓝静互看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地说着 什么 伊飞娘娘愣了一下 你们又说是好事 又说抓我当白宫的 感情说的就是钓鱼呀 这好事的话 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可没有说 敏飞娘娘笑着说 不过这事也确实算是个好事 就像蓝静说的 既赏了井又得了锤吊之趣 还能异常自己劳作的成果 这一举三得之事 若还说是不好 那岂不是亏大了吗 好 是好事 伊飞娘娘很痛快地说 行 这个白宫我认了 那个虫子我也搭了 说完吩咐自己贴身的宫女说 你去找几个太监办吧 也不必拒是地龙 凡是能钓鱼的虫子 就多弄些来 对了 让雏下也准备一些香儿 鹰木飞 蓝静忙说着 是才蓝静是与您开玩笑呢 其实这鱼儿 蓝静已经拙人去准备了 我知道的 只是我想多备一些 伊飞娘娘笑着说 又对敏飞说 咱们既然去钓了 就索性多钓一些来 瞧把你能的 敏飞娘娘摇头笑着说 好像只要你一去钓 那鱼就排着队上钩来似的 鹅娘 这您就不知道了 蓝静跟着凑去说 就凭鹰木飞这通体的气派 说是仙女来凡间历练也不为过 而且也不是别处的仙女 必是龙宫的公主无遗 所以啊 什么钓杆鱼饵的 统统都不用 有鹰木飞往水边一站 那鱼且不用钓 自己就会蹦上岸来的 你们也不用合起伙来打拒我 伊飞娘娘笑着说 我且不信你们不明白这其中的名堂 咱们去钓鱼的地方是皇家专用的 若是好半天钓不起来一条 那打离此处的人也就不用再干下去了 不信咱们就来做赌 干干不空 或许尚不至于 但三干之内必有所获 那是一定的 我可不与你赌 米飞娘娘白了白手 咱们大青绿也不许赌 更何况 我又何尝不想着要多钓鲜鱼呢